腟臭 《热闭尘之大战骸产》 吴有台基安电下 吴有八截天清风 八截全长着冷脆快 肛蒙爆裂 全身它是一股爆炸力 能够一招致胜的 就不出第二点 有文字的记载了 拔鸡犬起源于清康庆年间 去现在已经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 拔鸡犬叫内存拔鸡 外居拔鸡 进发拔面 拔鸡惊慌狠毒 猛烈身体 拔鸡龙虎 猴 熊 燕犬 鹰唇 进发拔面顺便拔方 这力量电动极限 力起源于脚主宰于腰 通过肩 肘 手 力发于石头 要打出去的是整劲 整劲就是爆炸力 你进我也进 你退我也进 就你打我了 我不躲我也上 你走我也上 我老师啊 天津双军这炮烈身 他是八级拳的第七代传人 六五年的时候呢 十五六岁吧 当时办一个武术老师很不容易的呀 那时候武术呢还是比较封闭的 特别是在破土寿旧的时候 武术也列入了寿旧 基本上都是脱脱脱脱脱的 哪都是天没亮自己亮光了 当时困难 草皮 草根 柳树芽这个都吃过 都没饱过 饿你也得坚持练哪 任何事都没影响过来 就我去事了嘛 就每天 无论什么时候 一定会得到练 走到哪练到哪 过去讲讲啊 织访图要三年 图访师要三年 不说记忆 先说做人 一定要聚会 一旦入了门了 师父对徒弟来讲 就应该有一个责任 徒弟呢 对师父也是一样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过去老师教权啊 你这个东西没搭好 就不会教你下一个责任 套路它只是一个基础的东西 你得把那里的东西把它拆出来 反复地锤炼 最后精神条件反射 拔鸡犬讲解的就是基础 当时老师要求我们蹲撞的时候 一吨 最起码的半个小时以上 夏天 闻的小小啊 我都盯满了 照样练 一直到最后收工 你练一遍我练十遍 功夫就是时间的积累 别人练不到的东西你练到了 别人没达到 别人没达到的功力 你达到了 这就是功夫 这就是功力 中国武术的精髓 就一个字 打 像咱们拔鸡犬 骑手 投足 无所不用骑鸡 出手都没轻的 力道长的你要全力一步 比你弱的点到一步 就能自持强勇 终于体勇 能人背后有能人 一山正比一山高 练到最后就是一个盒子 任何一个招式 一个招法 一拳一腿 一肘一跨 都没有最好 只有更多 人生也如此 练拳也如此 境界 今天的练状 练的笼 какую这一集 我不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